第1481章入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韩非整个人,还陷入在一种极其诡异的变化之中。 他的身体之中,似乎出现了一条走向完全不同的灵脉。 韩非不知道的是,这般滴本源水中的力量,或许本是有着其他用途的。 结果,这力量被他强行用在了寻找探索者的极限之上。 所以,当这完整的黑色灵脉,刚一出现的时候,韩非体内的几万枚灵果,包括那些极品灵果,全部崩碎。 它们全都化作恐怖的能量,在为这黑色灵脉的出现,提供动力。 这股能量,在韩非身体内外,形成了一层层厚厚的大减。 看起来,能量已经多到了一出固化的程度,只是,被屏蔽住的老乌龟,虽然他无法感知, 但那种绝望感,让他惊骇地感受到,韩非的身体,似乎发生了一些极其诡异的变化。 他的外界,仿佛有波涛在澎湃,而他自己,就像年幼时的小龟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身形。 外界那滚滚的能量,如江潮般,在动荡。 尽管这种动荡的幅度,在缓缓地,以不可见的速度,在削减。 似乎,是被韩非给吞噬了,可能经历了几个时辰,也可能是一天,总之,应该不会超过一天就是了。 韩非的炼化天地之中,这种纯粹能量消耗殆尽。 然而,那黑色的灵脉,还在生长,他还在索求,卡擦,几乎是下意识地,包裹住韩非的那封禁,轰然破碎。 充斥着这处秘境的火源之能,顷刻间,将韩非包裹了起来。 而韩非的身体,就像是一片沙漠,急需能量泉水的补充。 韩非下意识地,运起了吞吸之法,无穷的能量,继续奔涌而来。 一天,两天,三天,韩非仿佛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在梦中,他的思绪,被带入了另一个神秘的世界之中。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当初第一次天赋起灵时候的场景。 仿佛,自己又重新坐在了那起灵液中。 自己的面前,再次出现了一层薄膜,练妖狐在时海中,慢慢地旋转,只是,上面的藤条数量,已经变成了三条。 但是,韩非并没有注意到练妖狐的变化。 就像是做梦一样,韩非的意识,放在了那薄膜之中。 在那薄膜的另一边,似乎有许多生灵,可是,自己在迷雾的这一头,很难看得清薄膜的另一边,到底是什么样的。 韩非还疑惑着,我是不是,有天赋灵魂兽来着。 也不知道是这种环境下,思绪比较慢,还是怎么回事。 韩非的脑子很迷雾,韩非只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对面的生灵,快过来。 韩非能从那薄膜中,看见有许多的影子。 这些影子,似乎都想穿破这道薄膜,到达自己的身边。 可突然间,一个诡异的影子出现了,那影子,好像有爪子,还是什么东西,突然间,就出现在这薄膜面前。 吃啦,韩非还能够感受到,那爪子轰然间,就将其他的生灵,撕了粉碎。 起初,只是一只生灵被撕碎,可一转眼,对面似乎就变成了一场屠杀,很多生灵被扯碎。 韩非在一边看着,都觉得头皮发麻,只觉得对面那天赋灵魂兽,好生凶残。 不过片刻光景,对面除了那一只天赋灵魂兽,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似乎,也没有天赋灵魂兽,胆敢再次靠近。 扑,惑然间,韩非就看见那薄膜,突然被一根尖锐的刺脚,戳成了一个锥形。 似乎随时都会被戳破一样,对面那生灵,似乎很努力,非常努力地再次破这一层薄膜。 韩非见状,出于好奇心,慢慢伸出了自己的手指,琢磨着,自己是不是能够碰到对面那生灵什么的。 不当韩非的手指,刚刚碰到那尖锐的东西的时候,却见那薄膜突然就破了。 只看见一只黑色的,爪子伸了过来,那爪子前三后一,各个爪指锐如钢刀,尖如细锥。 那爪子和腿,通体漆黑,但看起来极有力量,凶悍无比。 韩非愣在当场,只看见那爪子,上下左右地抓着,尽抹刀光之后,尖难地破开了一道口子。 当那生灵全部钻过来的时候,韩非就更猛了,简直猛的不要不要的。 这是,乌鸦,那通体漆黑的鸟,一听韩非叫自己乌鸦,当时扑上来,一嘴巴,就戳了过来。 然而,穿透了这薄膜,它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它了。 所以,这会儿,这只小乌鸦的实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捉在韩非的身体上,火光闪烁,发出叮叮叮声音。 那小鸟,似乎见戳不动韩非,也就没戳了。 只见它扑腾了一下翅膀,发出了啊的一声尖叫。 此刻,韩非的意识,正缓缓从这片空间中退了出来。 但是,它也在迷迷糊糊之中,似乎听见了鸟叫声,就像是被人捅了一刀似的。 只是,思绪混乱的韩非,哪里管得着这里为什么会有鸟叫? 和韩非不同的是,当这一声鸟叫出现之时,整个千辛城,整片阴阳天的上空,都有黑云笼罩。 同一时间,只听啊的一声,响彻在此间天地之中。 千辛城,所有的尊者尽强者,探索者,纷纷抬头看向虚空。 天上,黑云笼罩,有刺耳的鸟鸣阵势。 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有人喃喃道,十年前,就有诡异的声音,鸣叫了三次,这回又来。 有人压抑,这一次,是什么?有人掐指眼算,可即便蹊跷流血,啥都没能算出来。 似乎,关于这声鸣叫的一切,都藏有紊乱天机之能。 最新岛,薛神奇等人纷纷皱眉,无边的海域间,怒海滔天,黑云轻压,着实不像是什么好事。 转斧之中,薛神奇直接道,让全体做好警戒准备,这不是什么好征兆。 金归不金道,不会打仗吧?我只是散戴啊,你知道的,我没那个本事打仗的。 薛神奇脸色难看到,他既然将这事情交给你,而不是我,你以为他傻? 还是你以为我傻?带到薛神奇走后,新龟这才悠悠一探,我还是暴露了太多了啊。 一只优秀的龟,果然是遭人惦记的。 茫茫沧海之中,黑沙罗王带着一尊者,藏匿于临近死亡之壁的某处。 此刻,黑沙罗王淡淡道,在十年前,有声音震荡天地。 我们禁区之中,都能听见,这一回,情况类似,看来,人间又有事情发生了。 有人道,王,人族内乱,这局势明显,那些人族尊者,也不可能实施守在碎星岛吧。 黑沙罗王微微摇头,本王的真身不在。 现在,人即便多一倍,甚至两倍,也是无用。 且等等,在三级渔场之中,一艘龙船之上,一个小餐厅之中,有一个儒雅男子和一个黑袍人正在喝茶。 而忽然间,那儒雅男子浑身一震,手中茶杯瞬间崩碎,碾压沉默,消散得无影无踪。 在儒雅男子对面,那黑袍也是身体一抖,试探性地问道,的确。 儒雅男子微微点头,看来,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本以为,他能拥有双生阴阳吞铃鱼,已经是夺天造化。 可现在看来,的确问世,更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黑袍低声骂骂咧咧,各归儿子的,韩官叔,你这儿子天赋气韵未免太好了一些。 的确啊,这根本不属于我们这鸡脚嘎拉吧,这儒雅男子,正是韩非的老爹。 此刻,他的脸上并没有多么开心,只听他道,准确来说,他根本不是这个纪元该出现的生灵。 区区阴阳天,即便三十六玄天,纵横印外离海域,这东西都很难出现才对。 这黑袍,自然是暴徒老族里大仙了。 只听他骂道,神神叨叨的,最讨厌你这坏毛病了。 讲嘚瑟,你就好好嘚瑟,儿子出色怎么了,怕抢了你的风头。 却见韩官叔的手中,重新出现了一支茶杯。 他端起茶壶,重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道,你们只知其名,却不知。 在万古历史之中,的确出世,必腥风血雨,在天下万族之中,他被视作灾祸的象征。 黑袍痴笑,我不知道什么灾祸不灾祸的。 我只知道,你这儿子,万古无一。 听到黑袍这么一说,韩官叔不禁捏起嘴角,笑了笑,说的也是。 的确又如何,毕竟是我儿子。 韩非的思维,仿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光,也可能只经历了一个极短的时间。 很显然,他自己已经分不清楚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当韩非感觉身体饥饿的时候,这才豁然间回神。 这一刻,韩非惊骇地发现,炼化天地内所有可用的能量果,和自己曾经辛辛苦苦搜集的各所生灵,竟然在自己入尊的这一刻,全部消耗了。 本源水,再也不提供任何的能量和神魂了。 此刻,自己已然入尊,如果不是炼化天地内,海量的灵气,依旧在往身体里面拱入,韩非都差点而忘了自己正在突破尊者这事了。 不看见周围的封禁已经碎裂,韩非就知道,这秘境之中的火源之能,在提供自己修炼。 而本源水的力量,似乎早已消耗殆尽,此刻,已然完全感受不到了,此刻,自己虽然已经入尊,但突破尚未结束。 韩非身体盘坐,继续吞吸这些火源之能,好在自己的资源储备足够。 若是寻常人入尊,自己身上的资源,怕是够他们入尊五六七八次了。 韩非周身的气势,也正在快速变强,足足过了一个时辰,当韩非感受到灵气竟然很难去推动实力提升的时候,这才皱着眉头,缓缓睁眼。 咦,灵气的效用,好低,第1482章多了个天赋灵魂兽。 韩非似乎忘了,自己在迷迷糊糊中,都做了什么事情了。 其实,在上一次吞服本源水的时候,自己也昏迷了好长一段时间。 韩非估摸着,这一次,和上一次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 在晋级尊者静的时候,韩非的精神过于集中,都没去看自己的信息。 毕竟,这是早看和晚看,结果都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自己都已经入尊了。 当初,自己第一次听闻尊者静的时候,还在天水村吧。 那时候,对自己来说,尊者静还是一个无比神秘的境界。 韩非感受着灵气的运用变缓,自身力量的波动也都十分内敛。 这些,无不彰显着,自己已经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了。 事实上,如今韩非醒来,是因为体内的灵气,哪怕是液化后的灵气,都根本不够推进自己的实力提升了。 一直以来,人体缺少灵气,就会变恶,哪怕是于夫境界,这都是常识。 在这一刻,韩非当然也感觉到了,但是,到了尊者静,灵气对身体的改善,已经微乎其微了。 现在如果有大用,那必是混沌之气了。 可是,现在的韩非,缺的就是这个。 此时,韩非并没有停止修炼,而是尝试着将灵气分解。 毕竟,尊者近70%的拆解度,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韩非也很有信心,自己毕竟是要成王的,连这都达不到,就开玩笑了。 此刻,韩非的体内仿佛是在燃烧,他是在利用这方小世界中的灼热力量,快速大量地拆解灵气。 当灵气拆解度达到50%的时候,韩非就发现,灵气中,开始有纤维的力量,溢散了出来。 这不是灵气本身所展现出来的力量,而是灵气中蕴含的那些大道之力,在往外溢散。 当韩非的灵气拆解度,达到了72%之后,修炼效率倍增。 只是,韩非依旧不满,因为通过灵气拆解度缓慢提升神魂,力量,体魄的这种方式,还是太慢了。 韩非大约能够感觉到,自己修炼开足马力,灵权和能量管构的情况下,不间断地进行修炼,一整天的效率,体能的力量可能连当前实力的万分之一都没有。 可以说,是远远没有,也就是说,自己想要通过灵气这种方式,再次实现实力倍增。 那么,最快最快,可能也需要30年的时间。 呲,砰,忽然间,韩非周身的灵气和能量漩涡,都被韩非震碎。 这个速度,也太慢了,只不过提升一倍的力量,也就是从80级到81级,或者82级这样。 甚至说,自己都无法达到初级尊者境巅峰,竟然需要30年的时间。 这特么,给谁,谁受得了? 即便用炼化天地去加速,那也需要15年的时间啊。 呼得,韩非心头一动,对了,炼化天地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随着自己入尊,相应的发生变化呢? 想及此处,韩非当即闭眼,看项链妖狐那挥舞空间。 目光这么一扫,就看见虚无之中,时光链下,128分之2的字样。 这一次自然是,炼化天地里的时间,比外界慢了二倍。 但是,真正让韩非兴奋的是,在这时光链的后面,竟然有一个可升级的字样可选择。 或,韩非点开了那字样,结果,立刻就得到了一个消息反馈。 只见消息上说,升级时光链,需要一缕混沌之气。 在看见这消息的时候,韩非当时就愣了一下, 尼玛,自己好不容易才积攒了海量的灵泉灵果。 可是,一旦入尊之后,发现灵气根本不好使了。 你说但疼不但疼,不过,一缕混沌之气,就能升级这时光链。 这么好的事情,韩非当然不能错过。 虽然韩非不知道混沌之气到底有多珍贵, 但是,相比于整个尊者竟需要混沌之气的总量来说, 根本是小屋见大屋。 一旦时光链的效果增加一点, 哪怕从两倍变成三倍, 那都会给自己节省很多时间。 相当于将三十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缩减到了一零年。 这听起来,已经够疯狂了。 而且,现在的小白,也可以产混沌之气啊。 而且,一缠就是一缕,简直就是天助我也。 韩非当时就面色一喜,直接照出小黑、小白来。 却见韩非当即搂过小白,狠狠亲了一口道, 闺女,给爹地吞一缕混沌之气出来。 韩非知道,这恐怕会吓老乌龟一跳,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 毕竟,自己也是需要用混沌之气的。 即便现在不让老乌龟知道, 将来,八成也会让他知道的。 可出乎韩非预料的是, 老乌龟竟然出奇的没有问什么。 韩非反而好奇了, 不禁道,老元,你妈呢? 我入尊期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吧? 老乌龟当时很想嗷嗷两句, 不过还是忍住了, 只听他道, 吴,你先做自己的事情, 本皇有些事情,需要思考。 韩非虽然疑惑,老乌龟怎么转了性子, 但是,这会儿,一心想着时光练的自己, 哪里会考虑那么多? 而韩非的是海之中, 老乌龟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但凡韩非过来看一下, 就知道,老乌龟现在, 似乎很害怕的样子。 老乌龟的眼神闪烁, 内心在嘀嘀咕咕, 那是地确吗? 是地确吧, 本皇的龟生, 就注定了如此坎坷吗? 地确啊, 本皇随便特么落在一个人身上, 怎么对方就觉醒了地确了呢? 这个问题, 似乎已经困扰老乌龟很久了, 他现在, 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自己暂时跑不了。 他不禁想起了韩观书的提议, 韩非这个人, 应该是个大气韵的人吧, 虽然双天赋灵魂兽挺神奇的, 但这世上, 并不是没有。 但是, 觉醒地确天赋灵魂兽的, 当真是万捕无一。 老乌龟琢磨, 实在不行的话, 自己要不要和韩非建立一下长期的友谊看看。 至少, 跟着韩非这么多年, 这小子, 还算是个友情友谊的种。 也就是对敌人狠了一些, 对自己人, 那是相当的好。 此时, 韩非已经将小黑、 小白召唤了出来, 小白似乎得了什么传承, 在韩非说的时候, 就知道这混沌之气是什么东西了。 就看见小白的身上, 忽然闪亮了起来, 紧跟着, 韩非就看见一根犹如发丝一样的灰色雾气, 从小白的嘴里, 慢慢吐了出来。 其长度, 大约只有三寸左右, 看见这一幕, 老乌龟心头狂震, 这特么什么玩意的天赋灵魂兽。 这才什么实力, 竟然就可以运生混沌之气了。 这玩意, 要是长大了, 还得了。 不过, 老乌龟还是没吱声, 他已经在琢磨着, 以后, 要怎么和韩非相处了。 这边, 韩非已经看呆了, 这就是混沌之气吗? 一直以来, 韩非都觉得灵气来源, 都挺不同意。 别看自己灵气多, 那也是辛辛苦苦存下来的。 可是, 现在自己居然, 这么轻松的, 就得到了一缕混沌之气, 不知道为什么, 韩非感觉, 自己很想吞了这玩意。 似乎, 这东西对自己的修炼, 大有必义。 实际上, 韩非知道, 这玩意, 定然是一种极为顶级的能量。 就连老乌龟这么长久的吸收, 也只积攒了几缕而已。 而小白,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就吐出了一缕来。 爸爸, 我好累, 好饿, 韩非豁然回神, 就看见, 小黑, 小白开始相互环绕, 开始转圈圈了。 这是他们要休眠的时候, 才会做出的动作。 韩非心头一动, 想来, 应该是这混沌之气, 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 即便是小白可以转化, 也是很不容易的。 当即, 韩非心念一动, 炼化天地内出现了一条河来, 河中全是灵犬。 小黑, 小白直接就钻了进去, 顿时间, 两条小鱼还是先转, 形成了一张阴阳图。 而海量的灵气, 正在往他们的体内钻去。 虽然韩非还有话, 想跟小白好好问问, 但是, 韩非能感受到, 小白和小黑的疲乏, 像是贪了一般。 压制住自己对混沌之气的渴望, 韩非心念一动, 给时光炼点了升级。 就看见, 炼妖湖上, 一根小藤忽然伸出。 就那么轻轻一捞, 在韩非眼巴巴的目光中, 将那一缕混沌之气, 给捞走了。 韩非当时心虚不已, 一种全新的能量出来之后, 自己还没感受过呢, 就献给了炼妖湖。 这给他心里, 弄得痒痒的, 等韩非在看炼妖湖的时候, 就发现, 那时光炼, 并没有立刻产生变化, 而是出现了升级中的字样。 等了数十息后, 韩非见这信息, 也没出现什么变化。 于是, 韩非很自然, 很好奇地转移了注意力, 这才看向了自己全新的个人数据。 主人, 韩非, 等级, 八十级, 尊者, 灵气, 四十二万, 四十二万, 可转化。 棍盾之气, 未转化, 精神力, 七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分之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六, 受损。 感知, 一点二万里, 力量, 三千浪, 第一灵脉, 未知, 第二灵脉, 未知, 第一天赋灵魂兽, 双生阴阳吞铃于七十级。 第二天赋灵魂兽, 地阙一级, 主修功法, 虚空垂吊术第六层偷天数尊级神品。 韩非第一眼, 自然是同览全局来着, 他的目光, 刚刚落在灵气后面的可转化三个字上面。 忽然间, 他的心头一震, 立刻,将视线往下描了一下。 卧槽, 地阙, 折磨玩意儿, 我啥时候, 就多了个天赋灵魂兽。 第1483章天魔降临, 韩非此刻, 那叫一脸猛逼, 莫名其妙, 自己就多了一只天赋灵魂兽。 通常, 不是在天赋起灵的时候, 才能获得天赋灵魂兽吗? 怎么自己就突破个尊者, 就获得了一个天赋灵魂兽? 不得不说, 忘了获取天赋灵魂兽的经历, 是无数人都经历过的事情。 似乎, 一个人只要起灵, 就能拥有一只天赋灵魂兽。 至于能获得什么, 全看机缘, 事实上, 这种遗忘是双向的, 也许, 是因为灵魂兽的记忆遗忘后, 才能更好地信赖人类吧。 韩非觉得, 这一只天赋灵魂兽的叫法, 如此奇怪。 难道它是一只鸟不成? 难道, 还有种于, 叫地鹊的, 发现如此重大的错漏, 韩非当然在第一时间, 呼唤这地鹊出来。 抓黑光一闪, 韩非就看见, 眼前, 多了一只巴掌大的黑色乌鸦, 那乌鸦正歪着头瞅着自己, 模样颇为骄傲高冷。 明明是一只乌鸦, 却像一只苍蝇一般, 昂首挺胸。 乌鸦, 韩非总觉得, 自己好像在哪里, 见过这乌鸦来着。 就是没啥印象了, 啊啊啊韩非看见这小东西, 竟然对着自己一阵狂叫。 那声音, 就像是被人捅了三刀似的。 明明是你自己凶得很, 搞得像是有人欺负你了一样。 而在韩非的眼中, 却有信息浮现, 名称地雀, 介绍此乃上古神秘生灵, 万族以之为不祥。 地雀者, 生而为帝, 傲视古今, 变数万古洪荒凶兽, 地雀当属第一。 等级一级, 品质洪荒凶兽, 储存灵气一万点, 时悟看心情, 战继灾祸之眼, 备注顺地心, 否则将常有灾祸降临。 备注二传闻, 杀地雀者死。 呲, 当韩非看见这信息的时候, 不由得深吸了一口冷气, 自己到底, 弄了个什么玩意出来。 你马财一急, 就要称地, 你咋不上天呢? 你要是让人家真正的帝尊看到, 非弄死你不可。 还有, 这玩意儿, 还得顺着他的心意来。 否则, 还得有灾祸降临。 有没有搞错, 老子现在一根手指, 就能捏死他, 看着此刻歪着脑袋, 看着自己的地雀, 韩非心中松了口气。 好在, 这玩意儿现在只有一级, 要是和小黑、 小白一个等级, 自己怕是还不一定弄得过他。 小乌鸦, 你想吃点啥, 爸爸给你弄, 刺老乌龟顿时吸了口气, 你马, 这不是作死吗? 果然, 地雀一听, 当时就啊了一声, 像是被水捅了一刀似的。 老乌龟连忙喝道, 韩非小子, 你找死吗? 这是地雀啊, 千万不要惹了他, 乌鸦那是什么东西, 他能跟地雀相提并论, 快快赔罪, 韩非, 韩非刚想说, 你咋也认识地雀, 结果, 突然之间, 韩非所在的这方秘境, 空间一动, 火源爆窜。 虽然被韩非无意识地吞吸了海量的火源, 但是, 韩非以一人之力, 很难快速地将这整个秘境的火源, 全都吞完。 不晓得是不是本源水被吞完了, 这处秘境也就没用了。 此刻, 秘境中的能量, 似乎在疯狂地往外借窜出。 只听卡叉一声, 风尽破裂之声, 紧接着, 韩非直接就看见一只大眼珠子, 突然就出现在这方秘境之中。 那眼珠子里, 鲁雪的岩浆火源正在流淌, 盯上了韩非。 老乌龟连忙喝道, 混账小子, 赶紧收了地雀。 有些事, 本皇跟你慢慢说, 现在, 尽量不要招惹这天道法眼。 韩非瞅了小乌鸦一眼, 心念一动, 将他给收了回去。 那什么小眼神, 我好歹是你的主人, 你多少给点面子啊。 咚咚咚咚那天道法眼的眼珠子, 似乎在膨胀收缩。 这是韩非之前从未看见过的, 自己之前打架的时候, 这玩意一点反应都没有。 现在, 无非就是入个尊而已, 至于吗? 难道真的是地雀, 激活了这天道法眼? 难道这大眼珠子, 要对自己出手了? 哽哽哽忽然, 韩非仿佛听到了有空鸣的旋律, 出现在这方秘境之中。 在这声音响起的时候, 韩非的脑子里, 稍稍有一丁点儿的迷糊。 他感觉, 好像有什么东西, 似乎出现在了那无尽火源之中。 韩非小字, 韩非小字, 紧来, 韩非忽然抖了一个机灵, 意识到自己遭遇大敌。 韩非定睛看去, 就看见一些被火源包裹住的火焰人影, 不知何时, 就出现在了自己的四周。 不晓得为什么, 韩非竟然还感觉这些人影, 似乎有些熟悉的样子。 当韩非看见一个用剑的火中人影之后, 顿时吸了口气, 这是, 尊慕, 出现在周围的人影太多了, 只听老乌龟喝道, 天魔, 都是天魔。 让你别惹地雀了, 你铁头与脑子吗? 韩非黑着脸, 老元, 你说话注意点啊。 我自己的天赋灵魂兽, 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 不过, 你先说说, 这天魔是什么东西? 老乌龟道, 天魔, 是苍天大道, 惩罚或者要诛杀一个人的时候, 从那个人的记忆世界, 或是大道之徒中造出来的魔影。 这些, 还只是碎碎基础的天魔, 你先轻力杀之, 看看有没有后续了, 一提到打架, 韩非顿时胆子就肥了。 刚才, 才看见了自己的信息啥的。 无, 自己的力量, 提升了一零零零多浪。 这才多久, 这提升, 简直堪称恐怖好吗? 如果不出意外, 自己纯粹的力量, 绝对可以轰杀自己所见过的那些初级尊者了。 按理说, 在探索者巅峰的时候, 韩非就知道, 自己的力量, 已经堪比尊者尽了。 从薛神起, 老乌龟这些人的表述来看, 如果单纯看力量的话, 一个刚入尊的尊者, 其力量一般不会超过一零零零浪。 后来, 在战斗之中, 也证明了这件事情。 哪怕是初级尊者巅峰, 其力量一般也没有超过二零零零浪的。 这也是韩非在探索者境界, 就能轰杀尊者的原因。 毕竟, 一力详实惠, 哪怕你境界高, 力量不如我, 我照样能垂杀你。 但是, 前提就是, 你得有机会, 到了尊者这个境界, 想用秘法的话, 难度已经极高。 想寻到一门没有副作用的秘法,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少, 在阴阳天这片地界, 应该是没有的。 即便是韩非的兽王爵, 在伴尊之后, 也已经失去了半点效用。 他们的提升极为有限, 韩非现在的自然力量, 都已经差不多超过了这个极限。 所以, 秘法自然也就没什么大用了。 现在, 韩非才刚刚入尊, 其一身力量已经达到了三千浪。 有些普通的天骄, 哪怕侥幸活到了入尊, 境界达到了终极尊者巅峰, 其力量也就在三千浪左右而已。 这意味着, 以前, 韩非需要以大道之力加深, 才能和终极尊者拼一拼。 但是, 根本击杀不了, 到了半尊之后, 韩非才有那个底气, 和终极尊者一较高下。 现在, 自己若是在以大道加深, 轰杀终极尊者, 不在话下。 轰, 只看见韩非手捏拳印, 全盲穿透火源, 撵出一道火焰大蟒, 直冲那天道法眼而去。 这一击, 不是为了轰掉这大眼珠子, 只是, 韩非想试探一下, 天道法眼, 到底有多厉害。 既然认天妃, 暴徒老祖, 老韩他们能够数次进来, 也就意味着, 天道法眼也不是无敌。 实在到了事不可为的地步, 自己以大道之力加深, 强行杀出阴阳仙宫, 问题应该也不大。 在韩非出手的那一刻, 那一大堆所谓的天魔, 已经朝韩非轰杀而来。 只听老乌龟道, 这些最机普通的天魔, 应该只是比照你的境界, 塑造出来的。 本皇公摸着, 应该出入尊者实力, 卧槽, 这么厉害。 这可不是之前的傀儡了, 这可是尊者啊。 之前, 黑沙罗王以投影战斗, 让韩非觉得颇为头大。 可现在, 这天道法眼更不讲理, 直接塑造出同境界的天魔出来。 自己干掉过的对手, 对自己仇恨深重的, 他自己都记不得有多少了。 反正, 目光一扫, 天魔都有好几十个, 这可么, 不太好打啊。 砰砰砰, 好在, 韩非的实力, 要比同境界强了许多。 金光拳印轰出, 可以说是一拳一个, 将这些所谓天魔, 轰飞击碎。 但是, 这些天魔之身, 在崩碎之后, 竟然还可以重组, 就像是重生了一般。 这一点, 可难倒韩非了, 人家实力在差, 那也是出击尊者境, 不是阿猫阿狗。 韩非, 老元, 有什么办法, 可以彻底灭掉这些天魔? 老乌龟, 本皇正在想, 你现在还没什么混沌之气。 你连出击尊者境, 都还没稳固下来, 想要诛杀天魔。 要不, 你还是先躲进小葫芦世界吧。 你走了, 他们自然也就会消散了。 韩非, 韩非无语, 这特么, 就是你给的答案。 这答案, 你不说我都知道啊。 砰, 此刻, 韩非那一击舍身拳印, 轰穿重重火源, 就差轰在那大眼珠子之上了。 结果, 那大眼珠子喷出一片红光, 自己那舍身拳印, 竟然就在光芒中被碾碎了。 韩非一咬牙, 这么下去, 不是办法, 盲目轰杀, 不仅灭不掉这所谓天魔, 还白白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浪费自己的力量, 太不划算。 双子神术, 韩非本准备以此术, 给自己制造时间, 进入炼化天地。 结果, 在天道法眼注视之下, 双子神术竟然一点用都没有, 不奏效了。 无奈之下, 韩非只能一边战斗, 一边布阵。 足足过了一炷香时间, 投入了数以灵气, 这才给自己营造了三夕时间, 躲入炼化天地之中。 第1484章 开成不公老乌龟。 哭, 韩非在炼化天地中, 喘息了一会儿, 直接往地上移坐。 脚黑, 小白重新回到了灵犬池中, 开始吞吸灵犬。 不知道是不是小白刚刚吐过混沌之气的缘故, 刚才的双子神术刚用出来不到百息, 差点就崩溃了。 韩非出了口气, 立刻回神, 老元, 这都怎么回事? 你看见那地雀, 是怎么来的吗? 韩非现在满心的疑问, 那玩意, 的确不像是什么好鸟。 说他两句, 就给自己降临一个灾祸下来。 这特么, 谁受得住啊? 却听老乌龟悠悠道, 你身上有隐秘, 本黄当时看不见。 你问本黄, 本黄也是在地雀出事之后, 才看见他的。 这难道不是你的第二天赋灵魂兽吗? 韩非心头一动, 你都不觉得, 我有第二天赋灵魂兽, 会很奇怪吗? 老乌龟, 这有什么奇怪的? 在上古时期, 有人将自己的力量修到了极限, 也会想尽办法, 让自己拥有第二天赋灵魂兽。 其中, 最简单的一种做法, 就是塑造转时身。 因为有着本体力量, 血脉的灌注, 转时身觉醒强大天赋灵魂兽的可能性, 也是极高的。 老乌龟说这话的时候, 韩非第一个就想起了唐哥。 唐哥觉醒了传说及天赋灵魂兽, 白龙与灵虾。 按理说, 在天水村那个小地方, 是根本不可能的。 直到唐眼的出现, 韩非才发现这其中的奥秘。 被老乌龟这么一说, 韩非也就没再多问什么。 只是, 自己的情况和转时身那种情况, 又不一样。 他看向自己的信息, 此刻, 自己的第二灵脉显示为未知可知前, 这边的信息显示, 都是未觉醒这意味着, 自己的第二灵脉, 其实已经觉醒了。 这应该是在自己服用本源水, 睡着的时候, 觉醒的。 和第一灵脉一样, 都是未知的灵脉, 这说明, 第二灵脉的等级, 也不是繁卖。 在结合炼化天地内, 所有能量果的失踪之谜, 可以想象, 在自己睡着的时候, 到底吞了多少能量。 就连刚才那秘境之中, 当自己醒来, 也发现秘境中的火源之力, 火焰温度, 都降低了许多。 现在想来, 这也应该和自己的第二灵脉觉醒有关。 韩非很想感受一下自己第二灵脉, 但是, 这第二灵脉似乎藏起来了一般, 自己竟然没有发现。 问题还有很多, 韩非也没有纠结灵脉的事情, 而是追问道, 老元, 你认识地确。 这到底是个什么物种? 人类的天赋灵魂兽, 不应该都是海洋生灵吗? 为啥, 我会觉醒直鸟出来, 只听老乌龟吃笑一声, 举世有万族, 任何种族都可能沦为天赋灵魂兽。 这究竟是何道理? 本皇也说不清楚, 毕竟, 天赋灵魂兽是你们人类才有的, 和我们的半生灵不同。 嗯, 你若是他日, 见到有人变成了鱼的半生灵, 也不足为奇。 韩非直翻白眼, 这特么还不足为奇, 你特么告诉我, 还有啥是神奇的? 老乌龟又道, 至于地确, 那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而恰恰, 在本皇那个时代, 曾有地确故事在世, 那是真正的强者, 可以与神灵分庭抗礼的存在。 呲, 韩非当即瞪大眼睛, 这, 这么厉害的吗? 老乌龟哼了一声, 你以为这就算了? 地确的存在, 向来只在传说之中, 就比如, 在本皇那个时代, 据说那一只地确相当恐怖。 传闻, 有地确, 律上古洪荒凶兽, 与号称创世神兽的诸多生灵, 展开了一场长达3000年的征战, 呲, 韩非连忙道, 然后呢? 老乌龟悠悠道, 那都是传说中的事情, 本皇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后来, 这世界上, 洪荒凶兽和创世神兽似乎依旧存在, 但极其稀有, 很少会出现。 韩非不禁疑惑, 等等, 老元, 那到底是洪荒凶兽厉害, 还是那什么创世神兽厉害? 还有, 这些生灵都是如何排序的? 战谷一种, 算是什么级别? 老乌龟心想, 韩非此此既然觉醒了的确, 日后怕事不凡。 现在有啥问题, 最好还是回答了比较好, 只听老乌龟道, 其实, 也并不复杂。 在品级上有区分, 普通生灵, 稀有生灵, 奇异生灵, 算是这世间最常见的生灵。 到了传奇品质, 只能说明这种生灵很厉害, 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而到了传说, 那就是已经极为稀有了, 传说生灵和善谷一种, 其品质相当, 多为凶兽血脉和神兽血脉的延续。 它们的成长空间极大, 寻常人极难得见, 但是, 在这茫茫沧海, 其实还是不少的, 只是一般人遇不见。 所以, 都觉得它们只存在传说之中, 完了, 老乌龟继续到, 再往后, 便是洪荒凶兽和创世神兽了。 到这里, 就不能以品质论高低了, 这些生灵, 都是根据时代而进行划分的。 至于神秘类, 这本黄也不知道, 它们的确很神秘。 时代, 老乌龟龙了一生, 就像你说的纳末法时代一样, 和你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战古时期和洪荒大陆又不一样, 而洪荒大陆和天地初开始的混沌天地还是不一样。 每一个时代, 都有强大的生灵出现, 你不能绝对地说, 这个时代的就比那个时代的强, 那得它们打过了才知道。 韩非听完老乌龟的讲述, 对这些生灵的品级划分, 才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 所以, 地确是洪荒凶兽中的代表, 毕竟, 自己的介绍里, 有这样一句, 变数万古洪荒凶兽, 地确当属第一一句话, 给地确的格局, 树立得无限之高。 当然了, 唯一让韩非有点郁闷的, 这玩意, 是什么灾祸的象征。 这岂不意味着, 以后, 但凡自己拥有地确的事情, 被人家发现了, 自己便将成为举时之底。 可现在, 韩非没心情关心这个, 老乌龟今天讲的事情, 触及了太多隐秘, 韩非试探性地问道, 老元, 你属于哪个时代? 老乌龟沉默了一会儿, 悠悠道, 本皇, 生在诸神时代, 韩非眼皮一挑, 这个, 特么的我知道, 那些生灵相互蒸伐, 好像最后全打死了。 巨人王他们就曾说过, 诸神陨落, 那你们距离现在这个时代, 大概是三万年左右了。 然而, 韩非这个数字刚刚得出, 就听老乌龟道, 诸神时代啊。 这是一个传奇的时代, 传闻从这个时代的新奇走向终极, 用了六千万年, 扑, 韩非一口老血, 差点就喷了出来。 你妈, 搞什么灰机啊? 从诸神终结到末法, 再到现在, 加起来也不过只有十三万年而已。 你特么现在来一句, 诸神时代有六千万年历史。 见韩非整个人都不好了, 老乌龟这才觉得, 自己说的似乎有点多了。 于是乎, 老乌龟慢慢地说道, 无, 这个, 也只是传闻, 兴许是本王纪差了, 也有可能, 是六百万年的历史。 然而, 韩非现在已经不相信老乌龟了, 六千万年和六百万年, 这特么里面差了十倍时间去了。 还有, 即便诸神时代真的只有六百万年历史, 怎么的, 你觉得这时间很短吗? 见韩非还是一脸惊讶, 老乌龟道, 唉唉唉, 多入了尊的人了, 还大惊小怪。 本王说的这个时间段, 在历史长河之中, 只是统称为诸神时代而已。 而在这个时间段中, 多少次沧海桑田的变革, 本王都不知。 韩非悠悠道, 那老元, 你生在诸神时代的哪个时间段里? 老元道, 无, 本王就生在最后那百万年中, 算得上是诸神时代的末期了。 韩非暗暗吐了口气, 生怕这老家伙开口来一句, 本王贯穿了整个诸神时代。 那自己就得立刻想办法, 弄死这祸了。 韩非, 那么, 在诸神时代之上呢? 难道就是那什么上古洪荒? 老元喝了一生, 本王又没经历过, 又怎会知道? 只是, 听闻还有几个时代, 但是, 具体哪个时代能对应上哪个时代? 这谁知道, 你找个横渡诸神时代的神灵去问, 绝对能知晓。 韩非, 善善, 不再提起这个话题, 虽然这个隐秘颇深, 但是, 对自己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六千万年的历史, 自己两辈子加起来, 都还没有一百岁呢? 加研究那几千万年的历史, 干啥? 韩非瞅了眼恋化天地里的能量, 已经消耗一空。 外界, 有天道法眼在注视, 自己的实力尚未稳固, 此刻, 当真是多事之秋, 这时, 韩非再次扫了眼自己的信息, 顿时, 就被灵气的可转化选项给吸引了。 灵气可转化, 转化成什么呢? 看见那混沌之气后面跟着的未转化三个字, 韩非心中, 有了些想法。 灵气这玩意, 是不是可以转化为混沌之气而存在?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的混沌之气, 会有上限吗? 韩非当即心头移动, 转化, 第1485章留下, 当韩非实力达到了探索者境界之后, 就越来越觉得, 灵气的效能, 有些鸡肋了。 特别是自身能够容纳灵气的上限, 就那更加鸡肋了。 事实上, 人体所能容纳的灵气量, 总是有限的。 即便是尊者尽强者, 也不能在体内强塞海量的灵气。 即便赛得下, 那也是压缩之后的结果。 进而, 自己有练妖狐, 才有无限灵气使用。 当入尊之后, 这灵气的利用, 就更为缓慢了。 毫不夸张地说, 韩非感觉, 自己现在利用灵气, 就像是开惯了超跑的人, 驾骑了牛车, 怎一个慢自了得。 说实在话, 自己以前, 也没感觉到灵气的利用慢啊。 怎么一入了尊, 反而就慢了下来了。 所以, 更新换代是必然的了, 自己指定是需要一种新的能量, 来代替灵气的作用了。 但是, 尽管如此, 这也不能否定灵气的作用。 毕竟, 在韩非争斗过的尊者中, 他们似乎用的都是灵气。 哪个尊者在战斗时, 不是将身体内充满了灵气的? 大多数尊者, 都是这么做的。 他们在战斗时, 用的也都是灵气, 为什么会这样? 究其原因, 恐怕只是因为混沌之气来之不易吧? 他们无法像抽吸灵气一样, 从虚空中随意地摄取混沌之气。 否则的话, 尊者战绝不会是自己见到的那样。 由此可见, 在尊者境, 灵气虽然够不上修炼的档次了。 但是, 在战斗中, 反而是最恰当不过的。 尊者可以将灵气的力量发挥得更多, 这也和灵气的拆解度有关。 韩非一下子, 就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所在, 知道了灵气拆解度存在的原因之一。 如果不拆解, 灵气利用的就更慢。 此刻, 韩非感受到身体中的灵气, 正在发生转变。 大量的灵气, 竟然开始自动剥解, 自己的灵脉中, 流淌着的灵气开始慢慢变少。 而一条丝线状的灰雾正在形成。 老乌龟压抑道, 你在以灵气, 转化混沌之气。 韩非道, 是啊, 怎么了, 只听老乌龟沉吟了片刻道, 出现了四道混沌之气。 你之前的灵气上限, 竟然超过了四十万点。 韩非心说, 在入尊的时候, 灵气上限并没有同步增长。 应该是灵气的效率开始降低了, 所以, 连妖狐都不再跟进自己的灵气上限了。 韩非听老乌龟那语气, 似乎是有事的样子, 当即道, 怎么了? 这转化不好吗? 老乌龟, 道不是不好, 只是速度有点快, 通常入尊的时候, 在入尊那一刻, 得到了天道法则中蕴含的混沌之气。 但是, 却需要数年的时间, 去慢慢地转化。 可是, 你这才刚刚入尊, 竟然就已经开始转化了。 当真是, 有点匪夷所思, 因为这一切, 都是在自己的体内进行的, 就像是自己的天赋能力一样。 所以, 老乌龟并不知道, 这也是炼妖狐的能力之一。 韩非自然不会去解释, 但是, 他被老乌龟话里透露的信息, 给吸引了。 老乌龟说, 这混沌之气, 是入尊那一刻的天道法则所产生的, 需要灵气慢慢地转化。 韩非不禁神色一阵道, 老元, 你的意思是, 这种灵气向混沌之气转化的过程, 只能发生一次。 当然, 否则, 你无限制的灵气转换混沌之气, 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 韩非, 韩非顿时就惊呆了, 刚刚, 自己还满心地欢喜, 因为只要自己愿意, 自己体内的灵气几乎可以是无限的。 这样的话, 自己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混沌之气了。 可现在看来, 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既然混沌之气如此难得, 又怎会被自己轻而易举地得到? 韩非清晰地感受着, 体内的灵气, 在围绕着那几缕混沌之气, 在飞速地消耗。 这个过程, 倒也说不上快, 老乌龟说, 别人得有数年光景, 才能完成这个转化。 但是, 自己只用了两个时辰, 韩非琢磨, 即便批除恋化天地中的时间问题, 在外界, 也只是需要四个时辰的时间。 也就是说, 恋妖狐只用了四个时辰, 就帮自己完成了从出入尊者, 到稳固的过程。 当那四缕混沌之气, 出现在自己体内的时候, 韩非可以感受到, 他们在自己的身体里, 自由地游走, 就像是在考察自己这具身体一般。 韩非心念一动, 琢磨着, 如果自己只有四缕混沌之气的话, 那这玩意该怎么用? 用也不舍得用, 不用的话, 他们难道用来保命的吗? 可自己, 又没见识过混沌之气的力量。 韩非的感觉中, 这混沌之气在体内游走的感觉, 并没有和灵气有多大的差别。 只是, 要更加地流畅, 让一致驱使混沌之气, 将之推动, 韩非试图将这些混沌之气, 跪于一拳之上。 结果, 老乌龟连忙喊道, 韩非小子, 你是在试验混沌之气。 韩非, 对啊, 不试验, 我怎么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 老乌龟道, 不是我不介意你试验, 只是你现在不是在那什么先攻吗? 一缕混沌之气, 可以提供你长达数个时辰的高强度战斗力量, 你确定要浪费在这。 听老乌龟这么一说, 韩非微微犹豫了一下, 疑惑道, 一缕混沌之气, 可以让我坚持一个时辰的高强度战斗。 老乌龟, 差不多是这样, 但是, 这也得看你发挥出多大的力量。 如果你总有大动作, 一缕混沌之气, 也不够你造几次的。 有了老乌龟这话, 韩非顿时会心一笑。 所以, 这一缕混沌之气, 是将力量给锁在了这一缕之中。 这样, 到关键的时候, 就可以运用这种力量, 而非是以灵气的形式。 这相当于, 是给自己造的底牌了。 虽然韩非理解了这混沌之气, 但具体战斗效果如何。 韩非还不知晓, 事实上, 韩非并不介意先浪费一缕, 但不是现在。 韩非正在想混沌之气的事情, 炼化天地内却微微颤抖了一些。 紧跟着, 韩非就看见炼化天地的边界之外, 有更多的幽蓝色线条出现。 韩非连忙看项链妖狐, 看见了128分之4的字样。 在那后面, 依旧挂着可升级的字样, 点开一看, 韩非就看见了十缕混沌之气的消耗。 韩非当时, 就有些牙疼, 仿佛回到了渔夫境界。 为了弄一点灵气, 蒋方设法, 在所不惜, 自己现在, 不也是紧缺混沌之气吗? 不过现在, 好在有小白在, 吃力混沌之气, 虽然很多, 但一定很值。 韩非现在还不能确定时光链的规律, 无法做出定论。 但是, 四倍的时间, 可以让自己缩短很多时间。 同样, 拿尊者静的实力翻倍来说, 正常修炼, 哪怕以自己的速度, 都需要三十年闭关。 若是寻常人, 那没有五零年, 能实力翻倍。 韩非觉得, 这也是大多数尊者实力成长极慢的原因。 实力翻倍, 听起来很唬人, 但尊者静, 一步一重天。 说不定, 境界未变, 实力就已然翻倍了呢? 而韩非, 至少可以把这个时间, 缩短到七年多。 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当然了, 就韩非的个性而言, 一年的时间都算长, 甭谈七年了。 他用七年时间, 从执法竟都已经入尊了。 自己哪有那闲功夫闭关修炼? 韩非竟做了小半个时辰, 清理了一下思绪, 的确, 这咱以后再想办法, 看有没有办法, 跟他处好。 入尊, 自己已经入了, 实力倍增, 真实战力恐怕让高级尊者都望而却步。 但是, 那种力量并不长久, 因为没法试验, 所以, 一切得等自己离开这仙宫再说。 天道法眼, 这诡异的大道之眼, 似乎已经盯上自己了。 天知道, 为什么自己一入尊, 这家伙就盯上自己了。 莫不是被地缺的一嗓子, 给要和过来的。 现在, 韩非知道, 自己其实是可以继续修炼的, 自己有怨力在身。 韩非本以为, 凭借自己储备的海量资源, 就可以妥妥不如初级尊者巅峰的实力。 但是, 现在看来, 相差甚远, 韩非现在需要的是实力, 这也是他来仙宫的目的。 可想要实力, 光有怨力, 灵气是不够的, 还得有能量支撑。 得洗刷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继续变强, 就在这炼化天地之外, 无尽的火源, 那就是取之不竭的能量。 若是没有这能量, 自己的实力提升, 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韩非苦思许久, 离开炼化天地, 继续和那些所谓天魔进行无意义的战斗。 如果不离开, 自己就没法提升自己了, 所以, 最终自己必定是要出来的。 只是, 离开炼妖狐之后, 韩非发现, 自己的境界还是不够, 力量也不够强。 想带压千辛,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即便是临时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 但也是昙花一现, 不够持久。 所以, 韩非经过反复琢磨, 总结了两条路。 一条是回到中央圣城, 谋求机会, 重新上来。 另一条, 就是仙宫内的那座宫殿, 既然它存在, 就一定有进去的办法, 只要能进去, 自己就可以透过节节不下阵法, 摄取能量, 同样足够自己修炼。 一天后, 脚黑, 小白终于从疲惫状态中, 恢复了过来。 韩非也终于从小白嘴里, 得到了混沌之气的产量。 一个月, 可以吐出一缕, 第一缕是本身突破的力量转换的, 后面, 基本上都能维持这个时间了。 韩非琢磨, 一年时间, 十二缕混沌之气。 看起来不多, 甚至只能推演某些大数一次的。 但是, 烈化天地现在可是四倍的时间, 也就是说, 只要灵气和妖气足够, 小白一年至少可以带下四十八缕混沌之气。 以韩非对老乌龟的了解程度, 通过他对混沌之气的珍惜, 大概可以判断出, 这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为了给自己增加底牌, 为了自己可以更强, 为了这一趟先公之行不虚, 不被当成丧家之犬一样, 被天道法眼撵着走。 韩非决定, 初恋化天地, 第1486章母子相见, 刷, 韩非一步踏出炼化天地, 火源充斥天着整个秘境。 哦, 不, 准确来说, 这个秘境已经被天道法眼攻破了。 具体是怎么攻破的, 韩非也不知道, 此时, 大眼珠子仿佛穿透了无数空间, 直接挂在了头顶之上。 但看起来, 大眼珠子并没有再看自己。 先前, 追杀韩非的那些天魔之躯, 因为失去了韩非的踪迹, 也就消散掉了。 就连天道法眼都没能看出, 韩非到底怎么消失的, 或者说, 这会儿的天道法眼, 就像是一个机器人。 敌人一旦没了, 危机自然就解除了, 他不会再去追究这个敌人死没死, 逃向了哪里, 诸如此类的问题, 即便敌人再次出现了, 他也没有立即正视起来。 似乎, 他都忘了刚才的事了, 又或许, 他只是无视韩非这样的敌人吧, 毕竟, 韩非现在不过是一个尊者, 还入不得他的法眼。 尽管如此, 天魔也依旧在凝聚, 不正视归不正视, 动不代表不对韩非出手。 韩非见天道法眼没注视着自己, 顿时松了口气, 眼睛一亮。 在这一瞬间, 韩非直接就是一个斗转星鱼, 来到了巨大的苍龙骨师身前。 说, 韩非此刻的炼化天地, 经过不断的拓展, 已经很大。 一头苍龙骨师, 那还是放得下的, 也幸亏这苍龙骨只是尸骨, 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 否则, 这么个玩意儿要经炼化天地, 怕是把韩非吸成人蛋, 都凑不齐纳的资源将其收入炼化天地。 韩非的速度, 已经不可谓不快了, 从出现, 到收取苍龙骨骸, 韩非只用了三西的时间。 三西, 基本上都是炼化天地收取苍龙骨师, 所耽误的时间。 而在这期间, 韩非眼前, 那些所谓的天魔重新出现了。 这一次, 韩非只齿千里, 试图直接冲出这处逆境入口。 可是, 这所谓的天魔, 既然诞生, 就没有退缩的道理。 无数个拳头, 轰然向韩非砸来, 轰轰, 韩非也狂怒出拳, 轰击天语, 在这灰色秘境之中, 轰出一个空隆, 直通外界。 刷, 韩非现身外界, 那些天魔也纷纷如影随形。 在外界, 那天道法眼, 正鼓鼓地流淌着眼泪一样的熔岩。 这熔岩落下不久, 就蒸腾成无尽的火源, 像是能烧遍整个天域。 韩非觉察出天道法眼的变化, 心里有些讶异, 这和自己在秘境中见的天道法眼, 难道不是同一只? 怎么不太一样啊? 呲, 韩非一拍脑门, 豁然明白, 这天道法眼, 可以注视到这世间的每一个地方。 而自己是透过不同的环境, 才看到它的。 如此, 它的模样不一, 也是很正常的吗? 所以, 自己看见的, 终究还是同一个, 抓刷刷当有力量扫荡而来, 韩非并未还击, 而是凭借速度和天赋, 瞬间顿走。 最重要的原因是, 这种战斗并非在虚空之中, 而是在先攻之上。 毕竟, 这阴阳天将会是它的家, 自己就为了跟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玩意打架, 把自己家给打没了。 这生意, 怎么做怎么亏来着, 也是得益于自己的实力, 要远超于自己所展现的境界, 韩非轻松地甩开那一群天魔, 已经在寻找先攻宫殿的入口了。 老娘啊, 咱本源水已经完全拿到了, 你好歹开个门意思一下吧。 韩非一边战斗, 一边尝试着打开这禁制, 他本以为, 自己融合本源水后, 就可以进去了。 谁知道, 竟然还是不行。 韩非纳闷, 如果这仙宫, 不是留给自己的, 那是留给谁的。 老韩, 自己那个妹妹, 不过百戏功夫, 韩非已经轰爆了数十个天魔。 还好, 这些天魔, 只是老乌龟嘴里的那种档次最低的天魔, 只会用力量蛮干的那种。 但凡这些天魔可以用精神力轰杀, 韩非也不敢顶着这么多人, 在仙宫里乱溜达。 只听老乌龟道, 看来, 天道法眼并没有将你放在眼里。 韩非冷笑, 无非是我的境界太低了, 不会令他感受到威胁。 换一个伴王过来, 这玩意, 怕是得亲自下场。 绕着这宫殿走了数百圈, 韩非忽然灵光一闪, 对啊, 这宫殿是圆形的外观。 这本不奇怪, 但是, 这个形状, 着实让韩非浮想连天了。 阴阳天, 阴阳天, 卧槽, 不是吧? 韩非心念一动, 太上阴阳图现, 当太上阴阳图出现的那一刻, 就那么一转, 就在韩非眼前, 一道两仪之门, 就凭空出现了。 啪, 韩非猛一拍脑门, 自己真是猪脑袋, 这里都叫阴阳天了。 这里的开关, 那必然和阴阳有关啊, 阴阳两者, 自己哪怕少了一样, 都是进不去的。 此刻, 太上阴阳图一出, 韩非立刻就从那道大门, 钻了进去。 在韩非进入宫殿的那一刻, 整个世界, 仿佛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进职之外, 那狂暴的能量和灵气, 没有一丝能够渗透到这进职中来。 而在这处进职之中, 灵气充盈, 能量也丝毫不弱, 甚至比进职外还要富足。 韩非道也没急着去修炼什么, 既然进来了, 那总得走上一走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就是自己的家了吧。 入了这进职, 韩非清晰地看清了这进职里面的情景。 厅台楼阁, 虽不似自己已知的古典建筑, 但别有一番姿态。 磕水墓先攻击为类似, 在这进职内有土地, 有树木, 有山石。 说它是宫殿, 此刻一看, 倒像是庭院。 从庭院的布局, 那什么小桥流水, 花草树木, 静静出力的亭台楼阁, 无不相得一张。 这一幕, 有点让韩非感受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之美。 在这其中, 最引自己注目的, 还是外面看见的那一座壮弱宫殿的楼阁。 这楼阁占地并不大, 就像是一座矗立在自然仙境之中的大别墅。 楼阁的构造和装饰, 融合了末法时代那会儿的一些风格元素。 看起来, 显得更加贴近自然, 沿着颗粒分明的乳白色沙石路面, 韩非很快就来到了那庭院小楼的院中央。 角楼的门是完全敞开的, 似乎并不在意谁进去一样。 韩非见四下里都悄无声息, 很自然地就往楼里走去。 角楼分前后, 上下两层, 韩非在下面, 看见一些装饰摆设, 一张案戟上还有一些纸页。 在一处边角的编辑上, 还看见了两本古籍和一张鱼皮图散落。 韩非大跨步地走了过去, 翻开鱼皮图, 上面画的是一个复杂的正处图形。 韩非不禁往庭院外的静置看去, 这正处, 莫非就是控制这静置的吧? 韩非放下这张鱼皮图, 拿起那两本书随意看了一下, 发现这只是末法时代之前的一些碎文杂迹。 而且, 一看就不是出自老娘的手笔, 似乎是来自人间, 讲的是末法时代, 有些英雄的出现。 人们是如何, 如何和海族做抗争的? 丢下这两本书, 韩非走到那岸戟边上, 想看看老娘写了什么东西。 结果一看, 上面根本不是字, 而是画了一黑一白两条小鱼。 韩非眼睛只是盯着看了一会儿, 那之上的阴阳语仿佛开始又动了起来, 吸引了韩非的心神。 这是阴阳语图, 也称天地自然图, 以此图, 日日观想, 可修精神力。 韩非正看着那图发愣呢, 忽然就听见, 在自己的身边, 一个轻柔的声音缓缓响起。 哭, 此时, 韩非一歪头, 就看见一个身着白衣的美妇人, 松散着发思, 正看着自己, 一脸的温和。 老乌龟惊呼, 本黄并未发现有人接近。 这美妇人, 似乎能看穿韩非似的, 伸手一点, 老乌龟的声音消息得无影无踪, 不用说, 她又被封闭了, 凡是能看得见老乌龟存在的, 基本上都是有能力搞死她的, 只是没这个必要罢了。 韩非大概知道这美妇人做了什么, 但还是有些愣愣地道, 老。 老娘, 美妇人微微一笑, 我看起来老吗? 韩非连连摇头, 那肯定不能够啊, 一点都不老, 看起来就跟小姑娘似的。 扑吃美妇人淡淡道, 你应该能猜到, 为娘现在, 只是头影吧。 韩非点头, 这当然猜得出来, 如果要是真身在此, 早就出现了。 未等韩非问什么, 只见她看着阴阳于途道, 有阳就有阴, 人亦有双面, 亦阴, 阴阳。 阴阳也称两仪, 两仪何而万物初始, 是未太初。 这, 便是阴阳天的由来, 韩非不禁伸手, 挠了脑脑袋, 然后呢, 韩非老娘道, 初始万道, 皆为阴阳之道。 不论是天道, 地道, 人道, 万事, 万物都有两面, 并且不断地变化, 也有一定的关联。 阴阳之道, 便在这万道之中而彰显。 韩非听着云里雾里, 不过, 韩非老娘只是神神叨叨说了这两句, 然后便道, 三十六玄天, 其实分别代表着三十六条通天大道。 每家都觉得自己才是最强, 从开始的聚合, 到后来的分裂, 各自为战。 这才是个先公破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韩非两年道, 那阴阳大道排第几, 只见老娘微微一笑, 没有具体排名第几的说法, 为娘觉得当排第一, 但是人的定论只能排第九, 争执不定。 所以, 不用去管别人的看法, 你要做的, 就是早点而走出阴阳天, 整合三十六玄天。 嘶, 韩非不禁吸了口气, 自己一个阴阳天, 都没弄明白呢。 那海族之患, 还没搞定呢? 现在, 都已经在想着整合三十六玄天了, 这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见韩非愣住, 老娘道, 尽力就是了, 即便整合不了, 也得有自保之力, 能护得住一方之安宁。 当初, 有人东渡, 寻找大事, 有人固守, 站出这三十六玄天安居之地。 然而, 岁月轻时, 三十六玄天早已不复当年, 想要不走向毁灭, 就只能努力求活。 简然, 这个老娘的投影, 存在于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告诉自己三十六玄天的事情。 或许, 对自己有些许感情, 但毕竟不是真人。 恐怕, 也做不到真人那样临随涌动。 韩非忽然提问, 你在哪? 第1487章将来的路。 韩非问得干脆, 他觉得, 这背后定有大隐秘, 老妈和老韩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甚至不惜偷取时光, 引起和诸天大道的矛盾, 好不容易造就了一个自己出来。 这背后, 能没有秘密, 似乎, 从天荒城开始, 自己的人生轨迹, 就已经在微微偏离。 三十六先公的其他地方, 自己也会去的。 毕竟, 老韩他们这座父母的都不在, 小妹就只能自己去接了啊。 韩非老妈静静地看向韩非, 这不是你现在可以知道的事情。 此事, 说来复杂, 只能说, 为娘现在不在你们那个时代, 我暂时被困在了一个地方, 如何回去, 这是你爹该考虑的事情。 你有自己的事情, 需要去做。 韩非皱眉, 我还是棋子, 老妈摇头, 你从来都不是棋子, 只是, 命运注定了让你走上一条路, 这条路上的风景, 究竟如何? 不论是我, 还是你父亲, 都无从得知, 当你离开阴阳天的那一刻, 这就是你一个人的路, 韩非耸了耸肩, 都说命运无常。 自己这命运, 却像是注定了似的, 不过, 自己现在, 倒是不计较这些, 相比自己而言, 老韩和老妈, 应该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否则, 阴阳天不会搞成现在这样子, 让韩非会心一笑的是, 老妈觉得, 阴阳大道, 竟是三十六仙宫中最强的。 自己的三条大道, 左右两条可以随意更换, 但是, 中间的那条, 自己到现在都犹豫未定, 甚至准备就一直拖着。 只要不给中央的那条大道限定死为一条大道, 那么自己就会拥有无数条大道。 这种能力, 在韩非看来, 是超凡脱俗的, 根本不是一条两条大道能够比拟的。 既然和老娘将三十六玄天聊开了, 韩非心说, 那个太久远了, 还是先把自己现在推至巅峰, 才施正道。 只听韩非道, 老娘, 我有几个问题。 理想公里的轮回, 我有一张金色书页没有拿到, 该怎么弄。 老娘摇头, 我的这道投影中, 并没有这方面的相关信息。 韩非无语, 老娘, 我能问下, 我曾以定海途之能, 亲眼看见老韩对你和腹中胎儿动刀, 那是为何? 我眼睛欺骗了我, 老娘, 很多事情, 你不懂, 是因为你没成长到极强的地步。 的确, 你的眼睛欺骗了你。 韩非,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啊。 老娘, 那其中, 涉及到了一个大秘密, 不是为娘现在不想说, 而是现在不能说。 天道法眼注视, 她对某些话极为敏感, 韩非心头一动, 那, 你总能告诉我, 你叫什么吧? 老娘愣了一下, 然后道, 姓江, 江临仙。 日后若遇此信中人, 虚得谨慎, 韩非饿了一声, 听名字, 好像没啥特色的。 不过, 左右只是个代号而已, 将信, 难道老娘也是什么大族出来的子弟? 很快, 韩非的问题也就问完了。 韩非又问了一句, 老娘和水木天的公主关系如何? 结果, 老娘说, 水木天的公主, 早在当年, 其实就已经陨落, 一直隐而不发。 所以, 韩非立刻就明白了, 这就解释得通了。 生命女王给自己的感觉, 好像更了解阴阳天式的, 实际上应该都是装的。 她和老娘, 根本不生在同一个时代, 成王的时间也各不相同。 所以, 生命女王看中自己, 恐怕只是看中了阴阳天曾经的辉煌而已。 逛了一下小楼中的藏书库, 韩非看见了一大片的顶级功法战绩。 韩非当即问, 老娘, 你知道真灵锤吊术第七层网后, 该怎么获得吗? 江灵仙微微一愣, 你修的是古法。 古法, 韩非不由疑惑, 难道老娘知道真灵锤吊术不成? 只听江灵仙道, 此功法, 倒是不知何时创立。 至少, 为娘知道的时代中, 她已经残缺不全。 即便有流传下来, 那效果也定然已经大打折扣。 所以, 至少在末法时代开始, 你所说的真灵锤吊术, 已经不算是个好功法了。 韩非心说, 何止不算啊, 自己在轮回之时, 这真灵锤吊术, 可以说是最弱的功法之一。 不过, 老娘继续道, 但听闻, 此功法后有隐秘。 所以, 后卷极少流传, 如果想法找这门数法的后续功法的话, 可以去三十六玄天的太玄天看看。 太玄天素来收纳天下万道法门, 是三十六先公中, 唯一一个最不问世事的先公。 太玄天, 韩非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至少, 自己现在有了一个方向了。 韩非真怕这真灵锤吊术的第七虫, 就已经到头了。 第七虫, 对应的是王靖, 虽然自己距离王靖,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但是, 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 第七虫连推演一下, 都要成王以后才能推演。 但韩非早已打定主意, 找准时机, 就将这真灵锤吊术的第七虫, 给推演出来。 居居雷霆轰击, 他都已经习惯了, 片刻之后, 韩非被老娘带着逛了一下庭院, 老娘道, 先攻阵法, 早在当年大战中崩毁。 守护庭院的禁止虽然不弱, 但你不可能幽居此地。 所以, 这天道法眼, 你也是时候着手清理了。 韩非眼睛一瞪, 不是, 我到现在, 都没明白那大眼珠子什么原理。 我怎么清理它啊, 只听江临先道, 天道法眼, 是大道规则的一种显化。 魏娘破坏了规则, 这才引来她的注视。 想要凭除这天道法眼, 却也不难, 只要将她所关注的地方给挪走, 她也会跟着走开。 啊, 韩非吃惊道, 意思是, 我得将先攻挪走。 挪到阴阳天范围之外, 她才会跟着离开, 是理想攻, 将临先道, 天道法眼看的一直都是理想攻, 只是天道不见众生, 所以才会在先攻出现。 挪一理想攻,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找你妹妹回来, 只需要她再进一次轮回, 将旧日之身和心生融合, 一切都将恢复。 天道法眼, 也将消散, 韩非一听, 这俩方法, 就没一个简单的。 挪一先攻, 说得轻巧, 往哪儿挪去? 水木天, 还是死亡之壁, 就水木天那狭小的通道, 这么大的浮空岛, 根本都过不去。 那特么得多么庞大的资源, 才能送一座巨型浮空岛过去啊。 再说了, 你挪过去了, 生命女王会开心。 至于死亡之壁, 喝, 黑沙罗王人家都已经成王了, 他自己都还没能过来呢。 虽然不知道是不敢过来, 还是过不来, 但至少他送个人过来也很是困难。 自己想送一座巨型浮空岛过去, 一听就不靠谱, 而且, 就算自己送过去了, 那死亡之壁内, 多危险啊。 别好不容易送过去的悬空岛, 没整两天, 就给干梅了。 另一种方法, 那就去把尹儿给找回来了。 可是, 尹儿还在琉璃天不知道的哪个角落呢? 自己到现在, 也只知道阴阳天和水木天, 无, 最多再来个金屋天的名字, 当然了, 有航海万象仪, 找到他们倒也不难。 但是, 前提是自己得离开阴阳天, 这条路, 可能要走很远, 而自己成王这事怎么搞? 韩非道, 是不是天道法眼在, 我就无法成王。 江林仙微微摇头, 是, 不过, 去琉璃天, 应该并不麻烦, 不要低估自己的速度, 不要太在意距离, 到了可以成王之际, 这些都是小事, 韩非无奈, 能咋办? 先继续修炼拜, 反正, 想要修炼到伴王, 那也是需要时间的吗? 这期间, 倒是可以来经理一下千辛城的世家大族了。 韩非, 那条龙呢? 他的龙狮在我这儿, 我应该不用还给他吧? 江林仙浅浅一笑, 迈着轻盈的步伐道, 历史上, 人族曾鼎立于世, 和龙族征战。 但是, 这种敌对关系只是暂时的, 浩瀚的时间荒野, 哪一族对上哪一族都有可能。 这龙狮与你, 其实效用不大, 不若还他, 这终究也是一场情分。 韩非眯着眼睛道, 他可不一定这么想。 江林仙笑道, 由不得他, 当初, 此龙穿游太虚, 在虚空中减宝。 恰好, 就遇上了天道法眼, 差点被神魂俱灭。 若非为娘出手, 他早已陨落, 但是, 此龙镇守仙宫数万载, 欠下的恩情已经海了。 韩非接着道, 所以, 我若是将他的龙虚海给他, 让他重获新生, 他就相当于欠了我一个人情。 江林仙微微一笑, 不错, 韩非心说, 原来如此, 那苍龙恐怕都不知道, 自己欠了一份人情, 现在得用两份人情来海。 韩非也打定主意, 龙师, 其实不要紧, 自己又不是真的缺少神兵材料。 这苍龙古师, 也不一定能练出定海一宝来, 倒不如海给他呢。 只是, 具体什么时候海? 哈哈, 这就得看自己的心情了。 第1488章苦修, 出乎韩非的预料, 这一次老娘的投影印记, 在这宫殿里, 留了足有一个时辰。 虽然俩人聊天, 都聊的是些三十六玄天之类的隐秘。 但是, 总算找到了一点亲情的感觉。 韩非心里一直有两个问题, 正在盘算着, 要不要问。 却听江林先道, 为娘的时间不多了。 这道投影, 再过片刻就要消失, 韩非深吸了一口气, 心念一动, 掌心里出现了一根小疼。 他并没有让恋妖狐完全地出现, 因为恋妖狐太过神秘, 神秘到这个秘密, 最好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 这也是韩非一直考虑着, 到底要怎么处置老乌龟的原因。 看见了这根小疼, 江林先微微愣了一下, 熟悉。 但是, 我的这个投影中, 并没有留下信息。 既然未留下, 说明这东西至关重要, 应当保密。 此物, 你且自己留着, 你体内的那只乌龟, 若不能收复, 那就杀了吧。 说最后那一句的时候, 江林先故意撤掉了禁止, 让老乌龟听见。 呲, 老乌龟刚感觉自己可以听见了, 结果直接就被吓得浑身一哆嗦, 怎么特么的随便挑个人出来, 都能看出自己来。 老乌龟道, 韩非小子, 我龟族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一个种族。 韩非道, 怕什么, 咱们的事, 以后再聊。 老娘没认出恋妖狐来, 韩非自然也不准备全部量出来。 不过, 韩非随后问了一句, 那个, 装生阴阳吞铃鱼和地鹊, 哪个更厉害? 江林仙瞳孔微微一缩, 过了许久才到, 原来, 本源水觉醒的是他, 你的气韵, 比为娘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这个, 需要你自己去验证, 世上没人知道他们谁更厉害, 但是,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要隐秘, 韩非反问, 有敌人, 江林仙点了点头, 带你去到了其他的三十六玄天。 不要相信任何人, 罪悦已是, 人心亦变, 却要特别注意的是, 太清无极, 猎神己宫, 万万不要相信, 韩非面色凝重。 能被老娘单独拿出来说的, 只能说明, 这几个仙宫, 很可能是敌人。 在看见江林仙的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虚幻, 这时, 江林仙才将韩非带到了楼外庭院中的一个修炼场。 这是在地上拼成的, 巨大仪器一般的怪东西。 其形态, 自然是根据阴阳于图来布置的。 但是, 在阴阳于图之外, 里外蕴含无数层阵法。 江林仙, 这是阴阳仙宫的天地自然阵, 以太初两仪四项八卦之走势, 衍生出来的精妙阵法。 在桌子上, 有阵处图形, 待我离开后, 你可以入阵, 感受一下这阵中无穷变化。 若将来, 天道法也消失, 你可全面开启此阵, 其微可挡王者。 韩非心头一阵, 王者来袭, 那会是什么情况下才会来? 韩非应道, 好, 江林仙这才浅浅一笑, 最后一件事。 海神雕像, 可以换了, 想要再入三十六玄天, 实力绝不能弱, 当有整个阴阳天坐镇才是。 江林仙走了, 韩非猜测, 这可能是他在阴阳天, 最后一次出现了。 若是再见, 至少得有一个跨越时间长河的本事。 就韩非知道的, 即便是皇者静, 都不敢说能轻易跨越时间长河。 但是, 自己不同, 三条大道, 为何不能分一条路出来, 走一走时光大道? 待到老娘消失之后, 韩非才惊叹于这什么天地自然阵, 也太特么精妙了。 其诡异程度, 感觉可以媲美神之纪念塔的无限阶梯。 长出了一口气, 韩非立刻就去江阵处拿了过来。 之所以叫阵处, 意味着, 韩非可以随意使用此阵。 当然, 前提是得吃透才行, 当韩非走到这天地自然阵中间的时候, 历时间, 就感觉自己的周身正在旋转。 而根据天地自然阵的规律, 初始两仪, 自己就坐在中间轴线上。 这两仪之阵, 便是吸纳能量和灵气的阵法, 是由无数精妙阵法汇聚而成。 如果真如老娘所说, 这天地自然正可抵挡王者, 那么, 自己直接盘坐其中修炼即可, 因为这两仪阵, 会自动汲取外界的力量, 汲取的力度可以媲美王者的攻击力度。 自己, 没有丝毫担心可言, 韩非说干就干, 毕竟, 韩非对自己的境界, 实在是太不满意了。 本以为, 自己的储备资源, 足够让自己达到初级尊者的巅峰。 结果, 先是能量果用完了, 接着又是灵气不给力了。 好在, 自己先前还存了大量的怨力在身。 可怜自己辛苦的积攒, 竟然要尽数用于这修炼之中。 随着韩非心念移动, 怨力开始渗透身体。 震中, 庞大的火源能量开始汇聚。 在宫殿意外, 阴阳天的天空之上, 一个直径达两千米的巨大火焰漩涡, 豁然形成。 海量的能量, 正在往那宫殿禁止的某一点钻去。 只是, 那无穷火能, 不是充斥着两一阵, 而是没入了一个诡异的地方, 正是炼化天地无遗。 炼化天地汲取外界力量, 这是看韩非意愿的。 同时, 也得看所在之地, 有什么值得汲取的。 一般来说, 韩非什么好东西都放在炼化天地之中。 所以, 这里无论是灵气, 还是能量, 都要远高于外界。 但现在, 能量没了, 只要从外汲取, 翁韩非只觉得精神一阵, 血肉在继续地加强。 体内, 拉丝到混沌之气, 飞速地游走。 灵气潮汐, 也没有停止, 一阵接着一阵, 这是韩非真真意义上的闭关。 没想到, 自己会在阴阳天里, 以这种形式闭关。 时间一天天过去, 因为内外时间不同, 所以, 火源涌入炼化天地后, 韩非便有了足够的时间, 去使用它们。 如此, 月末一个月的光景, 韩非终于完成了一个小等级上的突破。 三个月后, 韩非再次完成了一个小等级上的突破, 同时存了三缕混沌之气。 六个月后, 韩非终于达到了83级。 第七个月的时候, 怨力枯竭, 韩非豁然睁开双眼。 他知道, 这已经到极限了, 没有怨力, 若凭借单纯的能量和灵气, 根本无能为力。 不过, 这时候, 韩非积攒下来的混沌之气, 却多达11缕之多。 只是, 这并不够, 尽管小白已经很努力地生产混沌之气了, 但是, 小白不能完全沦为这种生产工具。 一旦自己离开阴阳仙宫, 势必需要小黑, 小白保持一个完好的状态。 一年后, 韩非以能量和灵气的方式, 修炼了五个月的时间, 主要是为了等自己存下一笔混沌之气再离开。 烈化天敌一年, 外界的时间大概过去了三个月。 加上自己在神之纪念塔里, 带过的两个多月。 攥起来, 自己差不多离开穗星岛快半年了, 韩非瞅了眼自己的信息, 主人, 韩非, 等级, 八十三级, 尊者, 混沌之气, 十六缕, 精神力, 七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分之五万八千六百零一, 受损, 感知, 一点五万里, 力量, 三千六百八十八浪, 第一灵脉, 未知, 第二灵脉, 未知, 第一天赋灵魂兽, 双生阴阳吞灵于七十级, 第二天赋灵魂兽, 地雀一级, 主修功法, 虚空垂吊术第六层偷天数尊级神品, 看见这个数据信息的时候, 韩非一点都不意外, 相比于之前入尊, 自己突破后的好处, 小了许多, 但韩非不在乎, 减面提升得快, 但是提升得不足, 不足之处, 可以补起来, 好好打磨基础, 但是, 境界得先上去, 能提升多少是多少, 至于灵气存量的消失, 韩非一点都不意外, 灵气虽然还在用, 但实际上, 在某些意义上, 他们已经算是淘汰产品了, 刷, 韩非心念一动, 出现在天地自然阵中, 老乌龟道, 怎么, 又修炼了吗, 本皇说过, 你这样, 境界是提升快了, 但是根基打磨不够, 得在初级尊者巅峰这一境界, 卡上好一阵子, 韩非咧嘴笑道, 不, 还有一种办法, 可以加速实力的提升, 老乌龟, 你要去打架, 战斗, 是打磨根基最好的方式, 而韩非的战斗, 还格外不同, 它还可以汲取别人的生机和神魂之力, 好处可谓是全方位的, 事实上, 到了韩非这个境界, 想要在战斗中获得足够的好处, 所选择的狩猎目标, 怕也得是尊者敬的才行, 老乌龟疑惑, 你不会现在就想去动千辛城吧, 不能够, 你的实力还不够, 咦, 你要去动那些逃走的海妖尊者, 韩非嘴角勾起, 觉得我这个想法如何, 老乌龟悠悠道, 这不怎样, 只要他们抱团, 凭你一个初级还未知巅峰的尊者, 你怎么猎杀人家五六个人, 别忘了, 那黑沙罗王的一个投影, 还未陨落, 韩非咧嘴一笑, 所以, 我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实力上, 没有愿力的推进, 自己的进展很慢, 韩非都有些后悔, 自己扫荡张家宝库的时候, 就应该连带着, 将下面五层一锅端的, 这样, 自己还能弄到海量的资源, 正所谓,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韩非闭幕, 扫过自己学过的那一门门大树, 现在挨个地拎出来, 需要将他们, 全都推演到极致了, 第1489章万五三, 韩非回顾了一下这段时间的经历, 当自己的肉身, 体魄成长到极强之时, 就连拔刀术这些都不喜欢用了, 最喜欢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如此战法, 比较单一, 但根本原因是, 到了如今的境界, 不是不是战绩极为突出, 用什么武器其实都差不多, 如此, 不如用拳头来得直接, 所以, 现在的刀筋, 需要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推演了, 而这一次入仙宫, 韩非发现诸如傀儡这些东西, 仅用拳头是不太好打的, 所以, 百兽镇魂猴也需要突破了, 好在, 韩非已经知道百兽镇魂猴的下一层, 乃是百兽是魂, 讲来, 应该是真正的可以主动攻杀的大树了, 攻击之术和神魂之术推演过了, 韩非还需要提升的, 就是108荒神体了, 不灭霸体的修炼, 很是艰难, 但目前自己已经走上了这条路, 只是, 目前韩非的神魂之力过度消耗, 此刻处于半受损的状态, 短时间内, 韩非都处于一种近乎饥渴的状态, 此时, 如果将一门炼体大树同步修炼, 效果可能会更好, 很快, 韩非就找出了自己所需要推演的大树, 分别为刀精, 万刀归宗, 百兽镇魂厚, 108荒神体, 最后再加上一个欺诈之术, 之所以需要欺诈之术, 是为了保证自己冒充别人的时候, 可以万无一失, 只是, 这么一算, 消耗核其巨大, 至少20多亿的灵气消耗, 韩非瞅了眼炼化天地, 还好, 灵气和妖气是属于同一性质, 和层级的能量, 否则, 自己积攒的这些资源早就被祸祸完了, 片刻后, 老乌龟就看见韩非的炼化天地中, 一连数十亿灵气和妖气, 被炼妖狐给吸走了, 甚至, 中间还陆续被小腾勾走了三道混沌之气, 这一幕, 可把他给惊呆了, 心说, 韩非又做了什么交易, 竟然需要这么多的混沌之气, 看来, 韩非这一次的所谋甚大, 如此巨量的消耗, 都足够尊者尽跨越一个境界了, 而韩非却似乎啥都没干,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韩非的脑海中, 多门大树已经浮现, 小城刀卷尊级神品, 被注, 几百族刀法战绩, 转刀法大成之作, 囊括刀意, 刀镜, 人刀合一的综合修刀法门, 刀之道, 念起而刀出, 万物皆可化刀, 推演消耗, 十缕混沌之气, 特别被注, 全输只有一招, 抽刀, 这是刀镜的进阶版, 此番, 韩非一股作气, 直接推演到尊级神品, 什么节省不节省的, 将来, 自己面对的人物, 可一个都不简单, 如果没有一些大树傍身, 自己心里不安稳, 如果抢搏了他们的, 自己现在消耗的, 又算得了什么, 在推演的期间, 韩非还消耗了一点混沌之气, 这小城刀卷倒是秉承了刀精的特性, 直走一招流, 只是, 把刀变成了抽刀, 带有机会, 自己需要试试, 自然, 还有其他的术法, 刀锋炼玉尊级神品, 备注, 控刀之术, 亿万刀芒其出, 引万五成刀, 气势达至巅峰, 形成炼玉, 欲中一切, 皆可化刀, 神念不息, 刀锋不止, 弊端, 需要兵器极多, 精神力需求极高, 推演消耗, 十缕混沌之气, 此术和小城刀卷又不一样, 如果说小城刀卷是一招威力其高的大杀术, 那么这刀锋炼玉, 便是一个领域类的朱迪大术, 只要自己的精神力够强, 这刀锋炼玉, 甚至可以飞出千里, 抽刀和刀锋炼玉, 是攻杀之术, 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范围作战和单体作战能力, 而神魂攻击, 韩非也十分满意, 百兽是魂遵级上品, 介绍, 此乃万兽共创之法, 通过习得兽族生灵怒吼魔音, 以魔音拟凶兽, 吞食神魂, 此树乃杀魂术, 兽族不传之秘, 推演, 万兽图, 推演消耗, 一缕混沌之气, 这百兽是魂之法, 和百兽镇魂吼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们的差别是, 一个靠声音震慑神魂, 一个是让声音在敌方的脑海中化兽而名, 像是百兽直接在脑海中撕裂神魂一般, 所以, 这也就是百兽是魂的意义了, 之所以没更进一步推演, 是因为韩非在兽王古代的时间很短, 百兽他或许熟悉, 但万兽他真没一一见识, 见过了也没一起待过, 所以, 他准备节省一点混沌之气, 此刻, 包括神魂在内的攻杀之术有了, 大荒体术虽出现, 可韩非却并没有继续往高处推演, 韩非的嘴角, 微微勾起一个弧度, 大荒体术尊级中品, 对著, 曾流传于蛮荒时代的苍古大树, 将体魄炼之大学归一, 可强吞妖灵之气, 蛮荒煞气, 毒杖, 将其转化为蕴阳体魄的力量, 传闻炼成者, 诸邪不侵, 百毒无据, 弊端, 战直癫狂, 恐会狂化, 推演功法, 未知, 完成度, 一缕混沌之气, 炼体流和其他战技之术不一样, 炼体需要一步步打牢根基, 倘若跳跃势地修炼, 或者在较高起点时修炼, 在缺乏根基的情况下, 不仅修炼不易, 而且很浪费时间, 最后, 辨识推演后的欺诈之术, 七神宝树遵级神品, 介绍, 于欺诈之术的基础上, 于面向, 声音, 气息中, 渗透清净的神魂气息, 被七神树迷惑后, 对方的戒心大将, 对你充满信任, 推演, 为之, 推演消耗, 十缕混沌之气, 对著, 七天树, 可以再迷惑对方心神, 一言以欺之, 对方故意为假, 这门大树的修习, 同样浪费了韩非一缕混沌之气, 虽然欺诈之术其实已经够用了, 但是, 自己现在接触的群体毕竟不同了, 就连老乌龟这种皇者, 在老韩他们眼中, 都无所遁形, 天之道, 伴王的眼力到底有多高, 自此, 韩非合计消耗的灵气和妖气, 综合起来约38亿, 混沌之气三缕, 而这些大树, 也将奠定韩非日后的成长之路, 此来先公的目的, 已经达成, 半地本源水已经得到, 莫名帮自己觉醒了第二灵脉和第二天赋灵魂兽, 只是这第二灵脉韩非也没发觉而已, 虽然先公之上, 还有海量的能量和一只讨厌的眼睛, 但是, 这天道法眼, 自己暂时怕是没本事干了, 如果能把他干掉, 老韩他们不会留到现在, 留给自己去做, 既然天道法眼还在, 那先公就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可叹的是, 那些世家大族的强者, 还妄图登灵先公, 获得什么成王之机,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一旦登灵先公, 就会离天道法眼更近, 不仅不可能成王, 还可能引起天道法眼的注视, 降下天魔, 不知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又一个月, 韩非变兰宫殿里的书籍, 宫法战记之类的书, 韩非并不需要, 即便是先公, 有王者大树, 那也是王者的事情, 有几本书, 自己现在根本获取不了, 需要一定的实力, 剩下的, 都是一些末法时代, 三十六玄天初见前后, 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 这些毒物, 获取起来很容易, 都不需要韩非出招的, 在这些毒物中, 韩非看到, 在宇成还在的那个时代, 三十六玄天, 其实不仅仅是在河海族战斗, 而且还在内斗, 原来, 在西门陵兰他们之前, 三十六玄天就有人发现, 浮空时了, 后来, 这消息经过强者肩流转, 一直引而不发, 为的是不引起海族的注意, 韩非不禁感叹, 所以, 在正义之城即将崩毁的那时间, 浮空时的秘密已经完全曝光了, 否则, 海妖如何能提前埋伏, 一本本看过去, 讲的都是末法之时, 如何拯救世人的各种传记故事, 这一日, 韩非在宫殿外, 与那些天魔抽刀大战, 足足占了一个多时辰, 将抽刀之术研究个明明白白, 韩非才又回到了禁止中, 韩非爽朗一笑, 老元, 咱们也是时候离开了, 韩非最后逛了一遍这庭院式的宫殿, 心说, 我下一次再来, 便是登顶之时, 可惜的是, 仙宫里这海量的能量, 资源, 自己还带不走, 就外界的那火源之力, 自己修炼至今, 所吞噬的也不过百分之一, 讲要一下子搬走阴阳宫, 现在想, 还太早了, 韩非抓着天地自然阵的阵处, 心想, 这阵处, 是自己带走呢? 还是留下, 愣神之间, 韩非忽然感觉阵处上的有些线条, 似乎颇为熟悉, 疑, 韩非或人一惊, 在理想宫, 获得的金色书页之上, 有天书字样, 自己完全不认识, 但是, 在这阵处之上, 韩非看有几个类似的符号或者文字, 确切地说, 是三个, 这三个字, 似乎在每一页金色书卷上都有, 结果, 现在出现在了这阵处之上, 嗯, 这里面有什么奥秘, 韩非立马抓着阵处, 跑进了天地自然阵中, 这一次, 韩非也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其中的奥义, 但是, 还是要尝试一下的, 只见韩非催动到肿, 心头一动, 七叶金色书页出现在眼前, 而这七叶金色书页中, 有一张暗淡的黑光浮现, 那是韩非凭空虚构出来的, 只看见, 韩非伸出手指, 以指代笔, 在那暗淡的书页上, 慢慢写下了阵处上的那三个字, 翁七叶金色书页突然就是一盒, 紧跟着, 只听喷的一声, 那张暗淡的金色书页, 还是碎了, 简然, 大道之力, 无中生有的本事, 还是有限的, 但下一刻, 让韩非压抑的是, 那本金书虽然碎了, 却并没有消散, 而是一下子重新没入自己的体内, 并没有再分叶, 而韩非脑海中, 也浮现出一条信息来, 万物三无品残缺, 备注, 可以将一个人完整剥离, 化作三人, 可塑造两尊身外化身, 随修炼者心意, 让身外化身从幼时重新修炼, 而且, 身外化身可不与主体神魂相通, 弊端, 若选择身外化身不与主体神魂相通, 则身外化身意诞生自己的意志, 推演消耗, 十缕混沌之气, 备注, 根据主人的血脉和潜力不同, 身外化身可在一定程度上无是等级逼障和天威解难, 第1490章 《伏杀》, 万物三, 呲, 当初, 韩非还在玄天大铺的那会儿, 就曾听英老太太讲过两门传说中的大树, 一门是大蒙天书, 一门是万物三, 现在好了, 大蒙天书被老爹给修了, 而理想公之行, 自己拿到的, 竟然就是这万物三, 以前, 韩非想方设法, 也找不到身外化身的办法, 结果, 走一趟水木天, 水中先将他的本体给自己塑造了一尊身外化身, 现在, 自己竟然又能搞出两个身外化身, 可是, 就算自己有心, 自己的这神魂之力, 似乎也不太够啊, 咦, 等等, 韩非忽然想起, 如果自己让身外化身从幼时开始修炼, 不就是转世身的路子吗? 如果这万物三的档次, 就和转世身是一样的, 那笔之大蒙天书, 应该差不了多少吧? 确实, 如果真的是从普通人开始修炼, 那神魂力量这些, 倒是并不会消耗多少。 看着备注里的文字, 韩非又是一阵怦然心动, 万物三所化的身外化身, 竟是无视等级避障和天威劫难的。 这特蒙, 是不是意味着, 只要自己本体一直在成长, 他们就没有避障。 本体度过节了, 他们都不用度节这一环节的。 韩非稍微翻看了一下, 这才注意到, 宿主的血脉, 气韵, 潜力, 这些会在无形之中影响身怀化身的血脉, 气韵, 潜力。 可惜, 更多的东西看不了, 因为这万物三是残缺的。 想要看完整的版本, 需要推演一下, 得消耗十缕混沌之气。 韩非犹豫了半天, 这万物三现在倒是没用, 按照这书里所讲, 自己境界越高, 血脉越强, 潜力越大, 都会影响到身外化身。 那么, 就更不应该是遵级实力, 就去培养身外化身。 至少, 也得替海城王以后再看, 不得不说, 这万物三绝对是一件惊天宝树。 如唐眼那种, 弄个转时身, 不知道暗中铺了多少路。 就这, 他也未能成王。 但万物三修的是什么, 乃是自己的身外化身, 还能够承载本体的气韵、 潜力, 那自己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阴阳天这片海域呢? 在外界, 天地很大, 如果局限在阴阳天这个地方, 就算有天大的气韵, 也没那么多机缘给你拿。 自己之所以能走至今日的地步, 其实也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因此, 韩非下定决心, 将这万物三先放着。 饶你是大树今天, 但也要看用在什么时候。 什么环境下, 并没有去推演万物三, 韩非招呼了老袁一声, 准备走了。 嗡, 韩非终究还是将天地自然镇的镇处, 给带着了。 自己不来, 就没人能进天地自然镇了。 当韩非出现在宫殿之外, 那些天魔影, 刷刷刷地全部出现, 直接对韩非展开了围杀。 韩非伸手, 在虚空一掐, 一柄火焰刀锋, 被他从虚空中冲了出来。 蹭, 火焰刀锋横击而出, 一刀斩尽所有轰击。 韩非嘴角勾起, 心念移动, 抖转心移, 速度快到了那些天魔完全跟不上。 嗡, 传颂阵光芒闪烁, 韩非在出现时, 就已经在中央圣城的神殿三层之中了。 韩非当一出现, 就看见任天飞正盘坐在不远处, 还在修炼。 任天飞见韩非突然出现, 不禁道, 这么快。 韩非, 都过去七个月了, 这还快。 任天飞道, 区区七个月而已, 打个盾的功夫。 怎样, 天道法眼, 应该没怎么对付你吧? 说话间, 任天飞打亮了一下韩非的实力, 微微皱眉道, 出击尊者巅峰。 你的实力, 怎么提升如此之快? 任天飞整个人都不好了, 修行者一旦到了尊者境, 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每提升一点, 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转念间, 任天飞就已经知道韩非变强的关键原因了, 只听他道, 虽然众生的愿力可以助你,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提升。 但是, 你的基础不能不打磨。 韩非痴笑一声, 知道了, 我又不傻, 不会一味地去追求境界的。 任天飞见韩非一脸从容, 自然也就放下心来, 他不由问道, 所以, 这天道法眼, 你有办法解决吗? 如何让这玩意消失? 韩非铁嘴道, 办法道是有, 但是需要时间, 也需要实力。 任天飞微叹了一句, 实力越强, 似乎就越不是他的对手。 那天道法眼, 最擅长的就是造天魔, 境界越高, 天魔的本事越大, 你可曾有体会, 韩非心说, 我遇到的都是最普通的天魔。 讲来, 应该是自己的境界还不够, 所以, 人家只是随便造俩天魔, 来斗斗自己吧。 韩非道, 等我以后有实力, 我自然会体会天魔的强大吧。 我现在就想知道, 从中央圣城去千兴城, 还得远路返回吗? 这是韩非在意的关键, 如果只能远路返回, 那不用说了, 肯定有人在伏击自己。 毕竟, 老韩, 任天飞, 暴徒老祖这三人, 好像都能和世家大族大打出手。 自己跟他们的关系, 更是糟糕, 只听任天飞道, 无, 当然不是, 近来只有一条路。 但是, 不论你从怎么出去, 中央圣城一共就这么大的地方, 你终究还是会被伏击的。 韩非, 韩非猛了片刻道, 你的意思是, 四面八方, 我全都可以走。 任天飞傲然道, 那是自然, 近或许不好近, 但走却容易得狠。 要走的话, 老子就陪你走一趟好了。 我着实也好久没去千兴城了。 韩非连忙道, 别, 现在还不到和千兴城彻底闹掰的时候。 是家大族什么时候清理, 还是等我的消息吧。 现在, 若单论逃跑的话, 他们应该抓不住我。 任天飞亚一道, 如此自信, 你可知道, 虽然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落出去, 但是, 定然逃不出尊者的感知覆盖, 甚至, 会有伴王强者时时在看, 你确定, 你能逃出伴王的追踪。 韩非咧嘴一笑, 伴王再厉害, 那到底也不是王。 说着, 韩非席地而坐, 掏出了一大堆鱼皮图来, 开始化阵。 一日后, 中央圣城外, 神之纪念塔中, 有多名老学鸠, 正在第五层寻找入口。 有人道, 不行啊, 毫无痕迹可循, 那韩非小儿, 竟有办法消除此地的印记, 有人叹道, 可惜, 不知道这神之纪念塔, 究竟有几层。 现在, 至少前五层, 我们已经都确定了。 若是让这些老家伙知道, 神之纪念塔足足有两百多层, 也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神之纪念塔外, 确实, 暗中有多名尊者, 直接用杆之将中央圣城的整个范围, 全部覆盖了。 韩非既然敢直接往里面走, 定然是知道路的。 不然, 他也不会过来。 所以, 等韩非出来的时候伏击, 这是傻子都想得到的事情。 有尊者道, 不能施压碎星岛吗? 有人摇头, 如今, 韩非此此在碎星岛的声誉太高。 碎星岛又在迅猛发展之中, 有没有韩非, 都是一样。 有尊者的脸色难看, 可恨韩官书那几个家伙, 飘忽不定, 踪迹难寻。 有人摇头, 他们有顾虑, 真想出手, 他们也会出现。 这些家伙, 可都不是善茶, 我等若离开千星城, 反而是让千星城空虚了, 那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 此时此刻, 在一片虚无之中, 除老怪正端坐于此。 身后, 楚门王道, 老祖,韩非既不在碎星岛, 我们何不趁机毁了他的大本营。 除老怪哼了一声, 碎星岛, 是你想毁就能毁的。 即便你和黑沙罗王联手, 那地方也是毁不掉的。 不仅仅是因为韩官书和唐衍, 还有一些隐士的强者。 真当他们无所谓那个地方, 楚门王, 老祖说的是, 那这韩非, 是得在这儿抓, 走多久, 都得抓。 除老怪道, 嗯, 这一次, 要的是万无一失, 功忽然之间, 楚老怪直接消失在虚空之中。 楚门王紧跟其后, 并和令四方动手。 楚老怪和楚门王都没想到, 韩非竟然这么快, 就出来了。 去那个地方, 只待了几个月, 能成何事。 只是, 在韩非从中央圣城突然冒出的时候, 大道之力, 天虚神行术, 风之鬼速, 急速震加持。 直接让韩非的速度, 直接飙升到了极致, 叶家也有强者喝道, 此此已入尊, 速度极快。 除老怪喝令, 一副掌图横空, 虚空禁锢。 烈化天地之中, 航海万象仪正在转动, 只听见韩非突然抱和一声, 随即, 恐怖一击, 足够比得上高极尊者尽的巅峰一击。 除老怪亚弈, 怎么可能, 不少人纷纷傻眼, 难道, 韩非这回, 也是借力的不成。 一刀, 就能斩出高极尊者的巅峰一击。 就这, 还不算, 只看见韩非在虚空一闪, 直接从那空间进步之中, 脱离了出去。 除老怪的脸色难看, 韩非怎么知道阵眼在哪? 而韩非的心头则是冷笑, 既然是阵, 就必有阵眼。 除非你是用自己的大道去封锁, 否则, 若以阵法困我。 空横, 我有航海万象仪, 怕你什么阵法。 眼看着韩非即将消失在虚空之中, 一声冷力的声音响起, 时间静止。